不知为何 当徐扬看到那天使魂珠丽出现的一刹那 脑海中本能地回想起 自己与小花曾经所经历的一切画面 以及最后小花为了帮助自己 毅然选择放弃一切的那一幕 所有的回忆似乎都在这一刹那 全部融入到徐扬的每一寸记忆之中 化为最为原始的信念的能量 让徐扬所拥有的战斗力 在这一刻爆发到了前所未有的至高点 我的天 你们看此时老大这副模样 如果说他是整个天理间唯一的主宰 我都会身心不移 这样的力量太强大了 不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 来形容老大此时的状态的话 我希望能够用信仰这两个字 因为此时他所表现出来的状态 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用力量 就能完全概括的了 我相信就算是其他任何一个拥有 与他同等实力的神一样的强者 站在此时的老大面前 恐怕也根本不可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那种气场才是老大最可怕的地方 不等面前的子狂做出反应 光是龙坤三人这边已经彻彻底底的被徐阳此时的状态所征服 他们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自家老大 何时曾施展过这样的力量 表现出这种势不可挡的强横一面 看到老大现在这副样子 我才终于明白 一个人的力量的确是有极限的 但是一个人的信念和意志绝对是无限大的 或许这才是世人所说 人族拥有无限潜能的真谛吧 石灵云悠悠开口 明显也是一副有所思量的神情 无穷无尽的本源之力 在徐阳的身体周围肆意燃烧 此时的他已经不需要用任何一种功法和力量来修饰 仿佛他每一次呼吸的完成 都能够成为对周围虚空的压制性力量 似乎这个人在暴怒起来的一刹那 就已经成为力量的代名词 他的一举一动 哪怕是一个眼神 都已经拥有破碎山河 颠覆一切的影响力 紫狂看到此时徐阳的这副模样 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当然 这种笑绝非是那种嘲讽和轻蔑的笑 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与震惊 你知道吗 小子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有一天一个人组 能够以这样一种姿态站在我的面前 不管今日一战谁胜谁负 你徐阳两个字 都会被我紫狂以声铭记 这样的话从紫狂的口中说出来 无疑已经是对徐阳一种无可超越的至高评价了 很多时候 只有来自于自己同一级别实力的对手口中的评价 才能够彰显这个人的价值 徐阳已经失去了讲话的欲望 此时的他已经渐渐地与周围的虚空相融合 他的气息 他的力量 甚至是他的灵魂 都已经开始走向一种说不出的质的变化 再也不是任何一种衡量力量的量词可以评价了 同在这一刻 紫狂也渐渐开始进入了巅峰对决的节奏之中 自身拥有的恶魔之力 天使之力 以及那特殊的龙族血脉 三股天地间的至强力量同时开始爆发 并且在此狂的本体之上 燃烧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颜色的光芒 每一道光芒都象征着一股足以成神的力量 天哪 这两个人凑到一起 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巅峰对决啊 龙坤已经被震惊的目瞪口呆 曾几何时 他也始终觉得徐扬就是这天地间最强大的人物 没有之一 可他也不得不承认面前这个紫狂 绝对有和徐扬一争高下的实力 光是他身边这几道颜色 便是大陆众生一辈子也遥不可及的至高境界 终于 紫狂也完全释放出了自己拥有的全部潜能 也开始将这三股光环代表的力量融为一体 自他的背后 一道无与伦比的紫黑色恶魔图腾渐渐显化出来 与此同时 他所占据的半部分虚空 似乎也在这一刻完成了紫狂自己的道场 相比之下 虚空的另一侧 则完全由徐扬的力量所占据 这两个人一定程度上已经能够掌控整个地宫空间 一切生灵的生死 只要他们想 仅仅只是一根指头划出去 地宫大部分面积内所有的万众生灵 都将在顷刻之间灰斐烟灭 这才是真正堪比主宰级的力量展现 虚空中 一声爆喝突然传出 奥利于左边虚空的紫狂抢先法难 他背后那只黑色的巨大恶魔图腾 张开血盆大口 在这一刻 释放出了无穷无尽的紫色恶魔魂体 每一道魂体的强度 竟然都达到了人族杜结镜的实力程度 我的天 要不要这么夸张 这个紫狂仅仅是一波照面之下 就同时释放出了这么多杜结镜的恶魔魂体 这家伙的上限 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龙昆再一次大惊 这你就开始把持不住了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这仅仅只是这个叫紫狂的家伙 送给咱们老大的见面礼 以他的实力和地位 打出这种级别的手段 再正常不过了 灵瑶虽然不太想承认 对方这般恐怖的实力 但更不想自欺欺人 只有真正意识到 比我双方的实力状态 才能更渗透地分析出战场之中的局面走向 眼下虚空之中的两大绝顶强者 都已经完全拉开了各自的阵仗 就表面上的气势而言 可谓是旗鼓相当 谁都没有占据明显的上风 紫狂这边强在自身拥有神级底蕴 更加强势而分明 并且其本命力量 恶魔之力底蕴 当然真是深不可测 在没有借助罪业这个召唤兽的情况下 光是紫狂一到图腾 就能够释放出如此之多的顶级恶魔魂 只是这种能力 就已经远超徐扬之前 所遇到的任何一个对手 而徐扬这一边 真正为众人所震惊的 则是他那将所有的力量 融合唯一的特殊战斗形态 此刻龙昆三人赫然发现 他们已经渐渐失去了 对自家老大气息的捕捉 分明能够看到徐扬仍旧悬浮在空中 可是想要捕捉到他的气息 已经是难上加难 我明白了 这就是传说中 与道相合的完美境界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咱们老大已经到达了 大陆人族所能达到的 修炼境界最顶峰 距离凝聚神阁 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还能够看到一步之遥了 我还能够看到一步之遥了 我还能够看到一步之遥了